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按鈴鐺,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開的就是眼前這個 Kombajimorzon Uludolaman 第八彈 話說我都很久沒有開箱 對上一條開箱片就是Blazer SHF 之所以最近沒什麼開箱的原因 就是因為天氣比較冷 冷到人就不太想動 然後上個星期就是 松田吳智先生蒙面超人龍騎 飾演夜騎的來香港做見面會 所以又去看見面會 又做了專訪 回來之後就要做專訪的影片 所以比較忙碌 平時馬高斯TV每天都有一條影片 但今個一月就真的少了出片 但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還有也預告了 剛剛說過的夜騎見面會的專訪片 就會在今個星期六 即是這條影片出的那個星期六 就會出這個專訪片 也預告了 今個星期五就會出一個直播 直播的內容就是講一下 夜騎見面會的一些事後感想 事後檢討 就找了主辦方 還有找了怪獸王玩具 一起聊聊天 講一下今次的活動 還有講一些事後檢討 又未必講一下未來動向 所以大家敬請留意 詳細的時間 我之後都會在Facebook IG做宣傳預告 就是這樣 吹水吹到這裏 是時候入入正題 今次的Kombaji Moshon 第八彈 你看這裏都算是星光泣泣的 有七星盒 Zero 超人Z Blazer 還有Seboonga 所以來說都蠻好的陣容 這個平時我都習慣買圓盒 但你看這裏開了膠紙位 因為我已經很心急地看了裏面到底是甚麼 其實這個食碗都一段時間 剛才都說過比較忙 所以就沒有開到 好了 你看到這裏其實是刺了個洞 本身這個配率 我這一盒的配率 因為其他盒有機會有不同 而我這個配率 就是比較噁心的配率 重複了的 有Blazer 還有Mathalon Sergian 割就有兩隻 而七星盒每款就割一隻 Zero 所以我這個配率 正如剛才所說 是比較噁心的 有一隻Blazer 幸好有朋友要了 Mathalon Sergian 現在多了一隻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這次沒有隱藏版 先說明 所以眼前這些款 就是這些款 好了 現在先拿出來 現在逐個逐個包裝看看 首先就是這三隻七星盒 它真的跟它的主題曲一樣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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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隻7 一炮過出這麼多隻 真是誇張 還有三個動作 其實這個巧手 我覺得都算是有點新意 因為平時都是出了 死光姿勢 或者戰鬥姿勢 它的巧手 都算是比較少有些 這隻我就算了 但是這兩隻 是不是真的有必要出了 真的有些 這裏就是三隻七星盒 分別是53 54 55 之後 就看了 Mathalon Sergian 現在我又多了一隻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PM我 我就放給你 因為便宜點放都沒所謂 始終多一隻都沒什麼意思 頂多 可能就會說 裝了 這邊就是七星盒的 Mathalon Sergian 這邊就是超人 麥斯的 Mathalon Sergian 不過就要中間 多加一條狠 給它才行 因為故事上 麥斯當時 都叫做 Aiyawa 是7 7 Mathalon Sergian 不過 因為7 7 它走路的時候 被7 7 戒了一刀 所以就會有個狠 麥斯當時就有個狠 但如果真的有人要的話 寧願放了它 都免得當是麥斯版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兩絲圖 ZERO 以及超人Z 我見有些人的Full Box 即是原箱的配率 有些帥氣一點 就會重複了一隻超人Z 這樣都會好一點 但現在就不是 這個超人Z 就是Original 即是最初始的樣子 之前康巴茲摩桑 出過這個樣子的超人Z 已經是雲限的時候 那時就配上大結局打的 最終BOSS怪獸 現在不用雲限了 有得買其實都頗不錯 這邊有超人ZERO 然後就是SEBUNGAR SEBUNGAR SEBUNGAR也頗為可愛 如果這次有隱藏版 是出這個SEBUNGAR的宇宙型 或者SEBUNGAR轉頭的樣子都頗不錯 但它沒有出這個隱藏版 是有些可惜的 接著就是BLAZER的FATOLA ARMOR 就是它的最終形態 都頗漂亮 還連著劍都頗有誠意 好啦 現在就開出來看了 本身其實這些食碗 總是有點瑕疵 好像我上次忘記了哪一彈 要不就手歪了一點 不知道今次這一彈 會不會是這樣的 現在就開來看看了 現在就拿出實物 其實今次就沒有什麼好組裝 基本上就是組裝底座 然後BLAZER可能要組裝劍 全部都是SEBUNGAR的頭上的冰刀 其他這邊這四隻 是完全不用組裝 就這樣吸入了 現在就逐個逐個看看了 首先第一隻看 當然就是BLAZER的最終形態 你看過頭的大頭 身體這樣的比例 其實都頗有趣 頗喜歡 而它的動作就是只站在 只用一把劍 首先是看頭 頭當然要看看水晶位 水晶位 藍色都做得頗漂亮 透明眼 接著就是身體線條 紅藍線條 黑色位都有上色 然後肌肉感也有營造出來 全身的銀色都上了出來 然後最終形態的特色當然就是 這邊手的裝甲 然後胸口的裝甲 你看到顏色都上得 都頗上算地精細 即是一些複雜的位置都做出來 然後就看看劍 劍來講 你看到紫色波波位都有的 當然閃電位就沒有油出來 但整體來說 你都看到形狀 看到分色出來 後面方面當然是沒有上色 但後面我覺得 以食玩來說就算是這樣 雖然第一彈的時候 即是上當年第一彈後面是有上色的 但今次沒有都沒有辦法 但前面來說 我覺得是收貨的這一隻 接著第二隻就是超人ZERO 你看它放了一個很有型的戰鬥準備動作 然後你看它的眼睛 好像都是透明眼睛 然後額頭盞燈都有上色 然後上面頭頂的刀 那些坑紋都有做到 然後前面身體 你見能量燈 空口那些類似電路板 都有刻畫出來 當然它的手環都有做到出來 但就沒有上色 這個點點位就沒有上色 但整體來說 都OK的 然後就後面了 後面 後面比我想像中帥 至少這些銀色位 藍紅色也有少少分別出來 所以這隻也不錯 不過它這裡就彎彎 就要用風筒吹一吹它 接著第三隻就是超人ZERO 初始型態的戰鬥準備動作 首先看一隻眼睛 本身超人Z的眼睛 就是Bling Bling眼睛 但它這裡始終吃滿就做不到 做了白色 但都還好 然後上面頭的圈圈 都有做出來 這個好像刀一樣的狀態 之後就看看胸口位 胸口位來說 超人Z的能量燈 你看到有做到出來 然後身體的紋路 主要就是銀色 藍色 還有下面這個位的黑色 它也有做出來 然後旁邊的紅色位 它也有做到出來 然後後面 後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它可以放在師傅一起 做一個戰鬥準備動作都OK 接著就看這個Mathalon Sergin 本身這個食玩系列 那些怪獸 宇宙人 其實都做得蠻漂亮的 今次這隻都不例外 我估計不到這些位 竟然會做一些透明的件上去 變相看起來 光射下去 有些閃閃的感覺 就好像它在劇中說話的時候 這裡會有些發光的感覺 都蠻不錯的 然後它本身 整隻宇宙人的造型 都是比較鮮色 粉藍色 紅色 黃色 所以這次這隻玩具 這隻食玩出來 整隻玩具很精神 所以我都蠻喜歡 後面 你看看 它有上這些 好像八爪魚的洞洞 這些位置都有上色 都蠻漂亮的 不是開玩笑 搞到我這隻多了一隻 不想放 哈哈 這樣 這隻就是Metalon Sergen 然後就是Savunga 其實我預算 Savunga應該就是 電盜的銀色 但它又沒有做到 就做了實灰色的感覺 但它實灰色還實灰色 它這些關節位 腰間這些位 都有做一些黑色 令到它沒有那麼悶 因為有些它整隻銀色 或者整隻灰色 這樣出來 是相差一點的 今次多些黑色位 感覺上細節位 就會比較出一點 然後它胸口這個位 都有塗了一些金色 上去 眼睛方面 都是它那種很QQ 那種萎萎的眼睛 然後就做了這個 好像Savunga 那樣的 這個巧手 這個動作出來了 然後後面就是這樣的 這裡 你就看到它的噴射器 雖然也是灰色一個 但是 黑滑的細緻位 你看這些機械位 都做得蠻好的 所以這隻都蠻不錯的 而且這隻拿上手 是重過其他幾隻的 這樣 這個就是Savunga 然後就看這個 很有型的七星盒 你看它這個樣子 都蠻型的 而且平時有些食玩 你看它這裡 好像是超和超人 這裡會有個眼珠出來 有些會很出氣 眼珠會歪了 甚至會變得搞笑多些 但今次這隻 沒有歪到 很死型 很有神器出來 再加上這些電路板位 都是銀色 打燈上去都蠻漂亮的 不過抬了就不太緊 你看我這樣沒有它的時候 它就跟著拼了過去 好了 之後 本身七星盒的顏色方面 主要就是紅色為主 所以來說 都不會出現什麼 沒有上色的問題 整隻都很型 還有刀是可以拆出來的 而後面就是這樣 其實都沒得輸了 接著就看另一個姿勢 其實這個死光姿勢 就經常都看見了 所以都沒什麼特別的東西 好說的 基本上就是看看 透明眼 有眼珠 之後就是電路板銀色 全隻紅色 基本上都是我剛才說的 7的東西 所以快快手手給大家看完就算了 而另一個死光姿勢 都是比較常見的 所以來說 不過今次的手在上面 就叫做有些造型 有一個加藤櫻手指 所以來講都還可以 後面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7 現在就放少少不同超人 夾在一起的姿勢給大家看 始終今次就有七星盒 又有這個Metalon Sergin 你就可以放他們兩個出來 裝這個對戰的場口 還有Sefunga就是特空機1號 可以配合超人Z 一起放在一起 去共鬥的場面做出來 剛才就放Sefunga和超人Z 做了這個Storage的共鬥 今次就放超人Zero 出來 就可以做到這個C圖的共鬥場面 跟著這個就是父子的場口 沒有記錯 七星盒放這個動作 而又有Zero的粉 就是那時候Zero有一套外傳 我忘記了一個全名 不知道什麼B多Star 就是講機械星球裡面的機械怪獸 機械星球就迫近了到一個星球 就快衝突的時候 七星盒 初代超人 左飛就出來幫拖 就去出招擋住機械星球 那時候 圓牆的時候 沒看到七星盒 就是繞著手 出來對著Zero 就是這樣 接著 難得有三隻七星盒 就放在一起給大家看看 真的是777 就是這樣 接著就是Blazer 始終Blazer那些怪獸 就沒有出過 再加上這套作品太過獨立 就沒有其他超人的客串 所以來講 都配搭不了其他超人去玩 但是呢 都叫做可以放下這個超人Z 超人Zero給他 就扮這個叫做舞台劇的時候 他們一起共鬥的樣子都可以 那好吧 今次就是第八彈的開箱 以Line-up來講 今次的7星盒真的太多 三隻那麼多 真的777 真的要說鬼死那麼多次 沒有記錯上一彈的話 就是初代超人 迪加 托尼加 都是每隻有兩個 即是每個角色兩個 就是兩個不同的動作 今次7星盒就比較威風 三個 我帶你一個 這樣 但對於我來講 真的太多 只是巧手已經足夠了 然後 有超人Zero 有超人Z 超人Z 正如我一開始說 這個初始形態 最開始只有雲限才有 雲限那時是死光姿勢 而且身形上也有少少不同 因為現在最新的彈 身形比例 再拉長一點 所以這次的超人Z 又是另一個 少少比例不同 還要是戰鬥準備動作 然後還有7G 7G來說 如果 它現在的水桶 比較長 如果矮一點 肥一點的話 感覺上更加切合 這個食玩系列的比例 現在真的有些瘦了少少的感覺 至於Blazer 我覺得是最完美的一隻 如果你問我金彈裡面 那麼多隻來講 超人那邊 我最喜歡是Blazer 第二隻就是七星盒 第三隻就是超人Z 而怪獸方面 我算上Sevenga做怪獸 我很喜歡MATOLON SEGINE 它這次的顏色做得很美 就是這樣 現在外面應該都不難入手 始終超人Z 都不會炒到飛起 又不會缺貨 所以大家現在有興趣的話 就出去看看 MATOLON SEGINE的話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PM我 我始終多了一隻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 增加會員制 如果大家有能力上去支持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 大家支持 絕對就做動力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 Bye Bye 情編